太阳偏西的时候,诸如野人的阀队总算出现了,他们换成了原来的小阀,人人脖子上缠满了草绳项链,背着的小短弓,箭矢却带的不多,好像只为防身。 交换的规则和先前一样,一家五口的雄姓诸如野人先过来,然后是胖酋长一家,最后是其他。 这些黑皮肤的小东西,脸上神采洋溢,灰白的大圆眼有了迥量。 罚队之中大部分野人能活着回来是因为我的庇护,在他们看来,无异于部落打了胜仗,腰杆硬朗了。 两个丫头趴在铁皮堡垒中,冲锋枪一丝不苟地瞄准着,只要靠近大船的野人异动立马射成蜂窝。 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交换物特别多,就像知道大船新增了烤兽肉,恨不得把食物一次性换走。 昨夜靠着舱门入睡,料想到了食物亏空的隐患,并且不能让诸如野人吃得太饱,尤其是拥有大量的食物。 我每次抛出去的布包,只裹玉米大的一块烤肉,尽管说他们反抛回来的食品颇多,上面的宝石又大又亮。 用全新的山椒肉和去年身上的垃圾肉换回了诸如野人大半的宝石,但是他们还急急哇哇,想交换掉剩余的草绳项链。 我不再把肉丢向对岸,捡了一些包着颗粒较小的草绳项链和它们交换相同性质的物品,制造一种食物精光的假象。 诸如野人很快地就失去了交换的兴致,哇哇乱叫一通过后,拽着木牌又返回了上游,爬上桅杆,目送它们走远。 我急速地回到舱内,背上两个放出气体的小皮筏,背好了武器装备,拎着钩绳朝山壁爬去。 临走的时候,我盯住一梁他们,一定要封紧舱门,不可到甲板上半步。 开动舱门的暗号是,我身后有枪,不要开门。 虽然晚上爬山危险,却可以躲过诸如野人安插的眼睛。 借着木色,爬上了高高的峰顶,沿着以前的路线急速地奔跑,背包里的子弹是哗哗作响,吓得山鸟惊飞。 这会儿的天气下起了凉雾,或者只是水气,几颗如宝石般璀璨的星星出现在远方夜空。 用一块纱布照着了一度光源,降低了满射的效果,挂在脖子上缓缓下山。 偶尔几只咕咕乌叫的猫头鹰瞪着金黄大眼与我对视,令人是毛骨悚然。 大森林的上空,满天繁星,刷刷的河水沿着脚边流淌。 找到了一块平坦的岩石,我开始给橡皮发骨气。 月亮的光线很柔和,既能照明,又隐藏了我在暗夜当中的行动。 昨晚印在我脑中的记忆像一张地图,指导着我惩罚靠向七个宝箱。 诸如野人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在藏宝箱的支流安插一只或几只眼睛。 快接近目标位置的时候,河面出现了弯道,仿佛一座环城转的人有些头晕。 两岸的林木或高或低,好似搅拌夜空的星星。 一个时辰之后,水流拖着小皮筏飘到了支流入口。 我用墙减慢了它的速度,沿岸边跳跃式的滑进。 前方两百米处几颗卡着宝箱的大树冠依稀出现了。 直接过去会很危险的。 我拿出了望远镜,借助着朦胧的夜色仔细地观察着, 确认宝箱附近是否敦服的诸如野人。 就在我将要放下望远镜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怪响。 声援是在一朵大树冠里,我再次仔细地覆察。 模糊的视线中,两只猴子似的黑影来回摇曳,缠绕不分。 为了进一步看清,我又让小皮筏顺着水流缓进一百米,再用望远镜观察。 竟然呢,是两个诸如野人。 一个趴伏在大树枝上,高翘着屁股, 另一个扒着对方臀部,用小腹不断地撞击。 原来野人在焦合。 不知道是为了繁衍还是享受,他们俩僵持着灵掌类的交配姿势沉浸在即将丧命的销魂里。 我拽过着身后的阿卡步枪,柔滑如丝的月光甩上枪膛。 准线确定出直线,蹲在手上开始寻找。 两只诸如一前一后地哆嗦着对死亡的到来毫无察觉。 步枪连续,啪啪,打出三枪。 其实只要一发子弹,足可穿射死两只了。 为了灭口和预防小短弓的反击,我刻意多发射两颗扎扎实实的命中了。 刺耳的呻吟被枪声吞掉,没发出一丝挣扎, 一对搂腰贴臀的诸如野人坠下树去, 他们坚守宝箱的使命算是到头了。 射杀完毕,急速, 握趴在疲乏的底部,让自己在黑暗中消失一会儿。 许多睡梦中的鳞鸟被吓醒了,尖叫着朝月亮飞去。 十分钟过后, 虫鸣和流水又成了夜晚中喧嚣的主流, 我这才敢慢慢起身继续地靠近宝箱。 促短的河流分支中间长了几棵大树, 枝叶格外地茂密,犹如巨大的鸟巢。 朝树顶抡一根钩绳,我急速上爬, 七个宝箱被麻藤结实地捆在了树叉上。 拔出了鞋挂腰间的扑刀, 砍断了这些束缚, 再用自己带的绳子将一箱箱的宝物系下, 打开鞋带的另一支皮筏连接成了拖挂, 开始回返。 此时身旁箱子里的价值与斯诺号上损失的货物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了。 皮筏回游的速度不快, 路上却也顺利, 只偶尔几只黑色的蝙蝠嗖嗖地掠过了头顶, 追捕夜间活动的飞虫。 天快亮的时候, 皮筏到达下山来的位置, 箱子很重, 没有办法拽上封顶, 倘若说沿河流再回上游, 一旦说被诸如野人钉箭, 飞打起来不可, 毫无胜算。 山箭涨水的时候, 最高尺度会蔓延到岩壁五十米上, 我把七个宝箱拖拉到了八十米的位置, 然后用阿卡步枪崩断了箱锁, 三箱装着闪光的黄金, 其一的箱子全是宝石啊, 红绿蓝的璀璨颗粒, 像喜获丰收的古米堆出的小尖角。 若不悄悄地窃取过来, 真的不知道和野人交换到何年何月, 才有眼前数量惊人的宝石。 盖好了宝箱, 将它们一一塞进了岩壁的缝隙, 再铺了一些乱枝碎草伪装, 既躲避风雨又掩人耳目。 天亮之前, 我必须赶回大船, 不能让诸如野人安插的眼线看到, 以免对方疑心, 派其他野人去查看窝藏的宝箱。 收起两支橡皮筏, 重新整理了一下武装, 钩绳在我的手中轮得呼呼声风, 仿佛向大山发起挑战, 套住这只石瘦的脖子。 伤到风顶, 气温格外的低沉, 正是一天当中最冷的时段, 我掏出纸包里边的鲜鱼肉 添进嘴巴几块, 给身体补充能量, 咀嚼的味道非常重口, 远胜洞居时候吃的熊肉干。 舌头与年华的鱼肉胶膜 跌宕在味蕾的欢乐当中。 尺寸鲜细的葱纸, 清洗过娇美的下体, 也捏过我嘴里的食物, 我用力地咀嚼吞噬, 沾染有它女人香的鱼肉。 大船上一夜没有我, 不知道那些女人怎么样了, 脚下的青草沾满了精亮的露珠, 将我的裤腿打湿了, 却记绊不住我奔跑的脚步, 一手抓着阿卡步枪, 提防夜袭的猛兽, 一手猛轮扑刀, 剁断了树枝草藤, 佛党杀佛, 人党杀人。 刚才射杀的两个侏儒野人, 已被我绑上石块丢进核心, 为了水兽野鱼。 由于我跑速太快, 擦得身边的树枝哗哗乱响, 惊吓得许多小兽, 颈毛炸起, 呲牙咧嘴地冲我吼, 可寒光闪闪的铺刀迫使他们没一个赶上前来。 经过上次狙杀鬼猴哨兵的草丛的时候, 突厥里面多了些貌似立着的大石黑影, 我攻不及停, 端起了阿卡步枪对准了异状物, 奔跑的躁动声惊扰到了他们, 引来了急促的喘息声, 频率颇高, 犹如哮喘发作, 不管是什么物种, 肯定不是大船里边的女人, 先下手围墙。 阿卡步枪喷着火舌吐出了凶狠的子弹, 密集地射向了那堆草丛, 被弹头击中的目标, 发出了尖锐的哀嚎, 犹如人大腿根部的肉, 给钳子突然拧伤了。 有几只黑影欲要弯腰冲击过来, 但看到越来越多的同伴重枪惨叫, 也吓得立刻散逃。 见着些黑影跑远了, 我忙掀开赵光源的纱布, 只知露出了一丝光亮, 确认射杀的目标。 七八只大个儿的山霄横倒在草潮中, 他们嘴巴大张, 獠牙肩上引流着嘴角的血, 怒争的援眼充满了死不明目的哀怨, 这日群人在山顶睡觉的山霄, 靠铺刀的寒光没有办法震射, 幸好开枪及时, 不然非受重伤不可呀。 我继续着奔跑, 速度进一步地提升, 还有一个时辰, 晨曦便会破晓, 鲤鱼肉在胃里蠕动, 身体的热量开始疏散近脉络, 大脑又恢复了思考。 突然, 我潜意识里猛然蹦出了一个想法, 心中暗叫了一声, 不好! 大森林的东侧, 渐入鱼肚白, 我已奔到了大船上方的封顶, 拨开了一束枝叶向下望去, 肉眼看到的景象顿时令我浑身一颤。 白色水烟, 像云朵一样来回穿梭, 透过偶尔的稀薄密密麻麻的猪如野人, 挤满了甲板, 好似埋伏着的兵士, 此情此景, 我的大脑整个颠覆猪如野人才是真正的鬼猴。 昨日傍晚来的猪如伐队, 与我积极地交换食物, 目的异常地险恶, 实际上, 他们早就意识到, 草城上的宝石 对大船上的人来说是巨大的诱惑, 于是呢, 他们先用宝石将舱内的食物抽空, 再趁着夜色围困起大船。 此种战术足可以和现代战争媲美了, 这也说明一点, 我们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文明人类啊。 或许在诸如野人看来, 这只不过是一种捕猎的技巧, 像鱼钩挂上活虫, 可以钩掉山鸡, 宝石伪装在草城里, 对自以为是的现代人来讲就是鱼钩上的活虫, 我们一出现在诸如野人面前就被他们当成猎物给耍了。 现在一想就后怕, 幸好没有手软出来抢到了宝箱, 真和这群野蛮的小东西讲原则, 此时飞困在大船里不可了。 以他们的智商可不再像鬼猴那么好对付了, 而且对方有足够的食物, 说不定还会摆放在甲板上反过来诱惑我们的。 我依靠在大树下, 让自己稍事休息, 心跳过快或肌肉紧张容易狙击失误, 此刻的空气过于潮湿, 视线嘛也不够良好, 背包的狙击子弹只有五百发, 而甲板上的诸如野人高达一千。 西剑上游的彭谷凹地, 一定还存活着许多这种野人, 数量上万也难说呀。 我之前想过在封顶藏些武器弹药, 预防海魔号出现的时候迫不得已弃船, 可现在还没行动, 先遭遇了诸如矮人的围困。 一颗子弹消灭一个野人是不够用的, 而阿卡步枪和冲锋枪必须近战才实用。 这些诸如野人本就在树林长大, 体积小善于隐蔽, 若他们追击过来, 潜散在我的四周那带毒的小短弓, 刺透我身体的可能性可是相当的大呀。 扑刀砍了树枝, 插在我摆好的石块前面, 伪装起了可远程致命的巴特雷枪口。 卢亚他们也许还在睡觉, 尚不知道甲板布满了杀鸡。 这群诸如野人恩将仇报, 也活该他们见识一下高科技武器和现代化杀手。 火红的太阳再次滚上了大森林, 我趴在湿乎乎的青草上将也慢慢地贴到了狙击镜。 这次第一个要射杀的便是那个阴毒的胖酋长。 长长的枪管开始探寻, 进口当中的梯形准线在甲板上来回扫描。 这群诸如野人啊, 有的弯腰弓背, 有的半蹲半坐, 还有几只把耳朵贴在了舱门上偷听。 姿势最猥琐的就是那只一家五口的雄性诸如野人, 他高抬着屁股使劲将右耳往铁舱门上按, 灰白大眼不断眨动, 仿佛半夜听到隔壁叫床的男人脑子里边翻腾着幻想。 青黑色的甲板上, 埋伏的野人很讲纪律, 没有胖酋长的命令, 哪一只也不会妄动, 荒野望去更像是一群雕塑, 一群飞一舟逃涌。 进口的梯形标线终于锁在了野人酋长身上, 他竟然蹲到了炮台与舱门之间的缝隙中, 除非舱内射出的子弹能自动拐弯, 不然的话休想伤到他。 砰! 两千米的高峰的顶端巴特雷狙击步枪喷出的咆哮的子弹, 就在胖球长刚想张嘴, 说点什么的时候, 弹头钻进了他的颅顶, 破坏掉了脑细胞里面的思想。 炸蹦出的乌鞋溅染在白色炮台和舱门墙壁上, 大块的黑皮沾着脑浆从垂直的壁面缓缓地滑落。 砰! 又是一枪, 子弹钻进了一家五口的雄性野人的左耳, 像猎锤猛砸进起的一颗九寸钉, 将他的下颚与头骨炸开了, 哗哗绿绿的脑髓渲染在舱门上, 如发泄谁的信手涂鸦。 数百只猪如野人沉浸在捕杀猎物的刺激与兴奋中, 面对这种毫无来由的恐怖的死亡和前日的鬼猴一样, 也惊吓得呆僵。 我尽量击碎他们的脑袋, 增大野人的恐怖心理。 巍峨的高山峰顶山巒叠仗, 托伏着枪声迟迟不落, 可良好的稀释噪声, 急速的弹头像勾魂使者的镰刀锋利而无形, 甲板上的大群野人并没有逃跑, 他们纷纷背着小短弓跪拜, 祈求他们心中的鬼神宽恕。 诸如野人意识不到, 自己正被万年以后的武器狙杀, 他们的肉体感官一旦从原始的认识平台跌落下来, 只能假以鬼神论。 我不予理会, 继续射杀这些磕头如捣蒜的小野人, 只要他们不迅速地撤离, 想活命, 那是万难的呀。 我的左手食指不停地扣动扳机, 大脑传达给他的命令是, 既要致命还得毁尸, 原本干干净净的甲板, 像刚打过群架的菜市场, 白瓜、番茄、猪肉、鸡蛋摔烂一地, 狼藉污秽, 足足打了半个时辰, 那击倒的猪如野人剥下三百, 可仍然不见他们有逃散的意图。 到了这个时候, 我的心里也不免有些着急, 难道说, 这些可恶的猪如野人, 非要把我心爱的女人们, 困死在大船里吗?